我们昨晚就确诊了107宗个案 现在有的资料的人士里面 就是两个月去到94岁 就是有53男51女 有3个还在问的 另外就是其中有55宗 都是临时检查中心找到的个案 当中就有28宗 就是在油麻地的中心 或者是流动站那里找到的个案 我们都分析了之前的个案 在1月4日到现在 加上今天的个案 就是有661宗本地个案 大概有160宗住在油麻地 而120宗就是在那个 就是现在的夸夸检疫区里面 在这个当然其他区呢 就是其他区 例如九龙城啊 元朗啊 深水埔都是有其他的个案 我们都留意到 就是我们最近的个案 都是真的比较多 就是南马裔的人士 在661宗个案 里面就大过四分一 都是 就是超过四分一个个个案 都是南马裔的人士 其中 绝大部分都是尼泊尔籍 有些是印度籍的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